我是金牌秘书吃饺 老板说 一个是好的秘词 等等等等 我要不论 打算了 你都打算了 你谁呀 你好 不用管我是谁 我刚看了一下 您家的噪音分别 已经超过了15分 所以呢 您这已经算是扰名了 而且 目前疫情严重 如果你们再这样打麻将 我会举报你们了 OK 网路啊 宝贝你醒啦 一起来嗨呀 网路啊 哎哎哎 我关还不行吗 哎呀老板 快来啊 九秘书 今天刘总 小王都在 出来嗨呀 肯定又合脱了 我们在东大街 什么街 什么门 门咋啦 喂 喂 听不见吗 我说我们在东 又是谁 谁呀 一个好的秘书 同样需要优势水平 我是金牌秘书初九 老板说 一个好的秘书 喂老板 小秘书 打开你的摄像头 马上开会 哦 喂老板 打开了 然后呢 点击我发的链接 老板 怎么这么多人啊 直播间全是公司同事 今天你来主持现场培训吗 今天的培训就 啊 马上马上马上 Hello大家好 我是初九 今天的培训呢 那个不好意思 老板 开会呢 能不能专业一点 首先大家是个手机用户 可以不要读送礼物了吗 我们在开会 嗯 今天就先到这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呃 那就像这样啊 喂你好 请问你有兴趣来当主播吗 蛤 我们公司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 没有 什么奇奇怪怪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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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还找着 您 叫秘书 今天效果相当不错 哎 特殊时期减少接触 老板 过几天再说 一个好的秘书 也有成为主播的一个 我是金牌秘书出角 老板说 一个好的秘书 哇 哇 我真像雪茄 手脚干净 毛发柔顺 刚一气 我该猫狗本来 羊狗养 我算是猫狗不点都不知道 这次事情 不行 那美 那一个臭 没事 他们不要你 我带你回家 洗干净了 再也不会有人丢掉你了 您好 最近 小区里多了很多遗弃虫狐 非常时期 容易解很多人害怕 但还没有科学证明 小动物会创业 他们是无辜的 冬天到了 天气越来越冷 他们很难在湖外 独自身体 一个好的秘书 也期盼一个有往来的世界 留下 如此 这次事件的准备